剛剛看到的是央視的大內宣 他說法是拜登打電話給習近平 那要搞好中美關係 因為中美關係是四季必達的必達題 沒錯 事實上在今年2月 拜登跟習近平通過一次電話之後 他們四隔多日之後再一次通電話 那這次通電話是由拜登邀請 這個習近平來通這個電話 那主要根據美國的這個媒體的報導是說 這個拜登是希望說 中美兩國之間不會從這個競爭 變成是所謂的衝突 那當然他們雙方後來都一致認同說 中美關係非常重要 那未來要怎麼樣引導中美關係 走向這個正常的 創造這個所謂的好的這個條件 那當然這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實美國的立場裡面來說的話 顯然是不希望從競爭變成是衝突 那在中方的立場裡面來說 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央視馬上就做了一個新聞報導 新聞報導裡面講到說 這個習近平說呢 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應不應該搞好的選擇題 而是應該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他說兩國沒有理由 因為這個競爭陷入衝突 那同時之間來說的話 他說如果中美之間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對中國的這個政策導致中美關係出現一個嚴重的困難 那不符合美國的這個不符合兩個國家之間的最大利益 習近平從去年大概一月中去訪問這個緬甸之後回到中國 中國爆發武漢肺炎之後他就封閉國門到現在為止 其實習近平都沒有出過國 那這段時間裡面來說 包括說最近出席的這個金磚的高峰會 甚至是這個之前的這個很多會議 他其實都是用視訊的方面去出席 包括說之前跟普丁馬克宏 甚至是跟梅克爾的通話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甚至他今年可能在10月舉行的這個G20在羅馬的 他也不會去 所以現在就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到底是為什麼不出國 到底是害怕這個外國的疫情還是害怕國內政情的變化 這都不知道 那當然他這一次在整個這個金磚五國的會議裡面來說 他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 因為中國已經向100多個國家提供10億劑的疫苗 今年要對外要提供20億劑 那於是他又準備要再向發展中國的國家 提這個無常的提供1億劑的這個疫苗 這是他在金磚五國會議裡面的講話 但是我們講 中國內部的確是有一些些隱隱要爆發的這個狀況 不好的這個消息 從這個9月5號天安門出現的這個黑天鵝之外 那緊接著延安的這個老巢這個地方呢 也出現所謂窯洞崩塌的這個事件 那最新的狀況是說 在這幾天的這個情形 9月7號的這個傍晚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當天的氣候其實是不錯的 但在傍晚之前呢 在北京延慶這個地方突然出現狂風暴雨 這樣一路的下下下下起的這個冰雹 所以有人就說這一連串的這個意象 是不是暗示的 中國可能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今天的這個中美通話之後 你看到其實 中國股市還小小的漲了一下 出現一個小幅的慶祝行情 但是漲幅比較大是香港 因為畢竟在中美關係惡劣之下 香港絕對是首當其衝 但是偏偏的香港還是有非常多 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為大家彈倒